早上去菜市场买了半只三黄鸡 约有两斤半种 我们这里是十块钱一斤 比起吃猪肉便宜多了 洗净以后加入适量的盐 半勺白胡椒粉 一勺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的蚝油 一大勺的老干妈 戴上手套 粗混的把鸡肉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鸡肉都裹上料汁 腌上15分钟 让鸡肉更好的入味 接着准备配菜 先切几片生姜 大蒜切成片状 装到碗里备用 取一个洋葱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细丝 泡好的香菇 切成条状 都装盘里备用 准备一个砂锅 开中火加热 少倒一些食用油 油热以后 倒入姜片 蒜片 再加入十几粒的花椒 宽敞出香味 放上切好的洋葱 和香菇条 和香菇条 在上面放上腌好的鸡肉块 倒入500毫升的啤酒 盖上锅盖 开大火烧开 转中火 慢炖三十分钟 时间到了 水分也收得差不多了 放上切好的青红辣椒 改大火 收一下汤汁 最后撒上一把香菜 就可以关火了 咱们的鸡肉就做好了 看这颜色 馋到你了没 舀一口肉质软烂 也很入味 加入了老干妈 有点微微的辣味 配上米饭 或者面条 都超级瞎换 天冷了 可以热热乎乎的 吃上一锅 新手也可以尝试做一下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们明天见